多乐故事 饮料喝得太快 佩奇、乔治、爸爸和妈妈正在吃早餐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佩奇和乔治厚不及待地想去花园里玩了 妈妈,我们可以出去玩了吗? 等你们两个吃完早餐就可以出去玩了 乔治,果汁不要喝得太快 乔治的果汁喝得太快 结果现在开始打嗝了 我们现在能出去玩了吗? 不行,乔治现在还在打嗝呢 乔治,他打嗝已经好了,妈妈 你好了吗,乔治? 好吧,你们两个可以出去玩了 但是要照顾好乔治 乔治和佩奇最喜欢在花园里玩了 乔治,现在我先来扔球 你一定要接住他才可以哦 乔治,乔治 乔治,不要再打嗝了 乔治 现在轮到你来扔球 由我来接住球了 乔治 哦,糟糕 乔治 乔治的打嗝让他们没办法再玩了 乔治 我知道怎样才能治好打嗝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坐下 闭上眼睛别动 很好,乔治 你的打嗝治治好了 乔治 乔治至于打嗝的办法看来不太管用 乔治 你的动作不对 我知道另一个办法能够治好打嗝 首先 你跑到那边 跑一圈 再跑回来 呸 配齐的 配齐的新办法还是不管用 乔治现在还在打嗝 呃 我知道了 想要治好打嗝 你必须要受到惊吓才可以 乔治 我要来吓唬你咯 但是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这只是一个游戏 是为了让你不再打嗝 一定要记住呀 我只不过是假装来吓唬你 哇 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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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爸爸来了 呃 呃 你喝的那么快,等一会儿又要打嗝了 不过,我可比乔治要大多了 所以,我可以想喝多快就喝多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